只因有个警察局长的公公 女人便要抛女器名 顶替他人身份逃去国外 殊不知女人刚逃出魔掌再入深渊 市长安排的假丈夫 竟然得罪了心狠手辣的黑帮 让这本就心惊胆战的逃亡在天凶险 就连出边境时一个普通的艳名身份 都让安娜慌张不已 但她却不知更大危险就在身后 黑帮小弟已经准确地找到他们 并且在缓缓靠近 千军一发之际 警察的突然放行让米尔松下一口气 她却未发现安娜的不对 突然安娜抢搏方向盘 车子瞬间的失灵吓到后座的孩子 安娜才意识到自己的冲动差点害了人 她也只好接受着荒唐的现实 可安娜却不知 一切的磨难才刚刚开始 三人逃亡间来到一家宾馆 为了节省开支 米尔只好利用假夫妻的身份定下一金房 殊不知孩子刚刚睡着 二人便因一点琐事争吵起来 米尔越轨的行为惹得安娜大大出手 面对日后的相处二人则定下规则 定下规则的二人却不知 新闻正在播报一则惊人的消息 市长宣布自己的亲弟弟被当地的黑帮所杀 并且当着记者的面前下达命令 一定要铲除黑恶势力为惨死的人声张正义 也就是这次米尔哥哥的主动出击 彻底让黑老大下定必须抓到米尔的决心 并且警告女儿以后要代言识人 但心中依然爱着米尔的女儿 让父亲先担心自己 如此叛逆的女儿让黑老大有了想换掉继承人的想法 随后派大壮去边境收费处 自己则前去找到市长的管家 多年背后的公养却换来市长无情的背叛 这让黑老大起了杀心 而另一边 在继承人的诱惑下大壮信心百倍 立即来到边境的收费站 先以武力威胁随后便以金钱为诱 让收费员查询米尔车牌子并且开往何处 而浑然不知危险临近的米尔 竟然瞒着哥哥给兄弟打去电话 二人通话却被黑老大的女儿撞电 丽莎一把便将电话抢了过去 也就是这次米尔才得知已经暴露踪迹 并且已经派人前去他的城市 这让米尔很慌张 此刻唯一的办法便是卖掉车子 也就是这次的行为 让一个花容月貌的女人失去了生命 到达城市的大壮便开始沿街寻找米尔的车 恰巧在一个二手车行碰到 紧接着大壮便把老板娘绑了起来 但老板娘对米尔这个名字完全不认识 可面对侵犯自己男人 他只好把收车的全过程告诉了大壮 本以为黑帮得到消息会放过自己 可心狠手辣的大壮怎会放下活口 另一边 市长安排人给米尔送去国外房子的钥匙和一些流动资金 并且递上一把可以对抗黑帮的手枪 临走前兵主米尔必须立即起身离开 米尔送走朋友后便与安娜收拾行李 反复地教导孩子自己就是他父亲 与此同时 大壮得知地点后便立即赶到 在前台经理口中得知米尔三人正在房间 这个消息让大壮兴奋不已 正当大壮向着米尔走来的那一刻 米尔也成功地发现了他们 我说要不要 我想说 我说 什么事 我说 我说 什么事 你 你们 你 你 我